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4月24日 咱们继续关注俄乌战况 别忘了您的点赞和订阅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非常感谢,咱们开始 上个视频咱们说到 乌武装部队对俄占领军第49集团军的一个前线指挥所 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该指挥所的设立位置与作战原则和常识相违背 被安置在了赫尔松地区的一个小冲突点 该指挥所当时有50人左右 包括三名将军 其中两名将军是当场阅命 一名是身受重伤 乌克兰方面目前还没有确认这三位设施将军的姓名 俄罗斯方面更是尚未做出任何的回应 仗打到今天 俄军已经折损了十个将军 再加上这位重伤的守门员可就真的组成一支足球队了 随着领导们陆续走完 这俄军还能继续作战吗 更可怕的是 弹簧刀还在源源不断的运往乌克兰 这凤凤幽灵还在投入战场的途中 看来高端武器太多 俄罗斯将军们不太够用 开战之前 大多数人都会以为会看到一场像二战后 苏德两国装甲洪流相互冲击的大战 而俄军获胜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预测 没想到的是 乌军在获得情报加持和各种支援后是越战越勇 俄军则一再受挫 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还搭进去这么多的高级将领 俄罗斯就像是大人被小孩打 既输了战争又丢了人 今天看到这样一个视频 俄军的坦克沿铁路线机动 突遭火炮和镖枪是联合烈设 电光火石之间装备进毁 另一边 侦察污染机全程记录为官 借助北约卫星与预警系统 乌军握有战场态势感知优势 俄乌之战最终结局基本是没有悬念 咱们来看段巴斯战场 战线没有太大的变化 俄军依然是前进不能 乌军依旧是固若金汤 一、俄军炮击了乌军在阿富蒂夫卡的战地 二、俄军炮击乌军红利曼战地 此刻他们距离此地还有十公里 可能接下来会继续进攻 三、俄军炮击维利卡亚阿纳乌斯卡地区乌军战地 四、两军在伊九姆南线继续激战 五、两军在波帕斯那南部继续相战 六、段巴斯南部的马林卡战南面 两军是继续激战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表示 昨天对奥德萨附近的一个 存放有欧美国家援助乌克兰武器的仓库 进行了导弹袭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 此次俄军对奥德萨基础设施的导弹袭击 共造成八人死亡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朱利·波多利亚克说 俄军恢复攻击亚速钢铁厂手军 这不是普京全程捏着桌子脚下的 喊心说不进攻止为困 这才刚过了三天又想去碰钉子了 好消息是乌军昨晚又一次派出直升机 支援亚速钢铁厂手军 据说运去了西方最近支援的各种新武器 从总体战况上来看 这一阶段俄军的表现甚至比第一阶段还要拉跨 第一阶段至少还曾摆出过64公里长的车队 也确实占领过赫尔松 但这个举事瞩目 大家屏息凝省准备认真观摩的第二阶段军事行动 竟然潦草到只取了个别的村庄之后 就几乎陷于停滞 对此呢 美国军方专家迈克尔科夫曼 4月23日表示了 说如果不进行国家动员 断巴斯是俄罗斯所能承受的最后一次进攻 无论断巴斯的攻势成功还是失败 俄罗斯军队在此之后都将很大程度上是精疲力尽 然而中文互联网上有些自媒体就宣称了 说俄罗斯的杀手简案还在后面 俄军在24小时内 也有说在48小时内 将战队北断涅茨克市展开大规模攻击 北断涅茨克现在是乌军占据的 卢干斯克地区的最后两块土地 还有一块是利昌斯克 据说之前乌军也曾考虑主动放弃北断涅茨克 将这里的守军转移到利昌斯克继续坚守 以免被俄军翻割包围 至于俄军是否真的有这样的雷霆手段 咱们拭目以待 从战略上来看 只要俄军拿不下哈尔科夫 乌冬地区的乌军就依然会拥有后勤方面的巨大优势 而只要俄军拿不下拉斯维扬斯克 乌冬地区的乌军无论败退到什么程度 依然拥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而现在强弩之末的俄军似乎并不拥有 攻占这两地的能力 至于乌克兰南部 如果俄军真想打通 从罗斯托夫到涅斯特河的陆地通道 就意味着要拿下尼古拉耶夫州和敖德萨州 这似乎更是远远超出了俄军现阶段的能力 难道真的要总动员 真的要在乌克兰大规模使用战术核武器 亦或是真的要使用战略核武器吗 咱们再来聊一个网友们比较关心的话题 说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 阿列克谢丹尼洛夫在日前表示 如果乌克兰发现俄军采用 克兹海峡上的克里米亚大桥运送军人和装备 乌克兰军方将考虑炸掉这座桥 克兹海峡是连接黑海和亚素海的狭窄海峡 这座大桥建成于2018年 是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建造的 俄罗斯国内媒体对这一威胁是感到愤怒 而搞笑的是呢 俄粉普粉们隔空喊话给乌克兰说 我看你敢炸 要知道乌克兰国内可是已经被俄军炮火炸得千疮百孔了 最近地涅薄荷流域的桥梁也在俄军威胁之下 那凭什么就不能炸克兹海峡上的大桥呢 就只能按你们的强盗逻辑直转挨揍不能还手吗 简直岂有此理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我们经常说的俄粉普反 指的是俄罗斯和普京的反 跟美国前总统川普没有关系 这一点还是非常有必要说明 咱们接着看 说外界一直关注俄罗斯军队到底在乌克兰战亡了多少人 这件事也有着落了 俄罗斯国防部在非公开的简报会上 透露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期间 士兵的伤亡数据 俄方统计战亡的士兵是13,414人 7,000多人失踪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还称 目前这个数据只是估算出来的 关于这个数据呢 我们前天的视频里也有提及 战争这么多天一直没有停止 也无法进一步的核实 此次透露的数据呢 已经得到了证实 俄方还会进一步的统计 俄罗斯公布的这个数据 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 并不吃惊 在此前呢 我们就知道 俄罗斯的伤亡数据会很惊人 他们一直在隐瞒 毕竟那些被导弹摧毁的坦克和装甲车 规模有那么的大 里面的人呢 肯定早就不行了 这个数据呢 只会让那些俄粉普粉们感到沮丧 因为他们每天还陶醉在 48小时的闪电站之中 不遗余力的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继续努力 他们之所以不招人待见 就是知错不改 睁眼说瞎话 或许呢 有朋友可能认识不到 俄反普粉的破坏力有多大 前几天 俄罗斯的一位富豪丁科夫说 俄罗斯国内只有10%的白痴 支持对乌克兰出兵 这些人既没有知识 也没有财富 说话很不负责任 要是让他们去前线 他们比谁都害怕 也就是这些人给决策者增加了出兵的自信 造成现在这个局面 军事行动受阻 国内经济面临着崩溃 接下来几十年都没有好日子过 其实他的这种说法呢 我们也是认同的 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叫良知 更方便不出来是非 无意中呢 就把坏事干了 在俄乌战争打响的十几天里 俄粉扑粉们是到处宣传 马里乌波尔要解放了 乌克兰要投降了 看谁能笑到最后 其实啊 但凡是正常人 无论这场战争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谁都不会笑 因为战争没有赢家 就算乌克兰明天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在胜利之前付出的代价和俄罗斯同样惨痛 他们无数的亲朋好友 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生命 哪里还会有赢家呢 只有输的有多惨而已 俄罗斯国防部爆出来的这个数据啊 战亡和失踪的加在一起 是20400多人 同一天 乌克兰军方公布出的数据是21000人 这样再一次就证明 乌克兰爆出来的数据一直都是真实的 同时呢 也证明乌克兰没有说谎 这也是乌克兰人不惜生命对俄罗斯反抗的原因 乌克兰人民想让自己的后代生活在一个没有谎言的社会中 他们不想每天早上醒来打开手机一看 全是俄反普反的胡说八道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broccoli ましょう 这个说明不过最后 这些东西 好